第241集 好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道激动而又颤抖的声音 随后江沛荣拨通了第三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给江建峰的 江建峰 明天上午八点老地方见 我有些事情要问你 电话那头的江建峰苦笑了几声 再怎么说我也是你二哥 你就不能不直呼我的名字 我当年被他逐出江家之后就改口了 如果不是批不得已 我也不会拨通你的电话 江建峰叹了口气 行吧 我在老地方等你 三个电话结束之后 江沛荣陷入了沉思 他的眼眸多了一丝干练和决绝 他就这样靠窗站着 整整站了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 没有人知道他脑海里想着什么 只知道他的神色越发严肃 两个小时后 他盘腿而坐 竟然开始尝试修炼 他不得不向现实妥协 在这个世界 隐藏在表面繁荣下的是一片黑暗和嗜血 他抗拒了几十年的东西 这一刻他觉得有必要握紧 成为他的武器 虽然已经晚了 但是他的血脉和灵脉没有变过 依然是华夏武道界最逆天的存在 只要他想 他就能比所有人出色和强大 叶辰如此拼命地守护着他们 这五年不知道受了怎样的苦 而现在他也想拼尽全力守护自己的孩子和丈夫 大厅 等姜佩荣进入房间之后 沧海平的虚影就浮现了出来 他的虚影几乎透明 仿佛马上就要消散 他看了一眼盘腿而坐的叶辰 徒儿 本想让你掌控灵符一道 现在看来一切只能靠你了 叶辰睁开眼眸刚想站起来 沧海平呵斥之声响起 别动 为时就说几句话 你今日就尽全力突破离合境 等你跨入离合境之后 下一位前辈会告诉你一些轮回目的的事情 到时候你便会明白你肩上的担子究竟有多重 我虽然是一道神魂 本体是否还在也说不清 但是我沧海平 乃至这里的每一位强者 都把你真真切切的当徒弟 没有半分私心 只希望我消散之后 你能将灵符一道发扬光大 你身体的本命灵符 以及那条血龙虚影 记得好好利用 这两样东西在必要时候爆发的力量 甚至可能超过我们帮你的力量 潜力无限呢 徒儿 希望我们能有机会再见 雨落 沧海平一直点在了夜沉的眉心之上 他的身影彻底消散 更是化为道道光芒 钻入了夜沉的眉心 而此刻 夜沉发现 一股极强的突破之意 仿佛要冲出他的身躯 师父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夜沉怒吼一声 运转九天悬崖绝 一条血龙虚影 直接从他体内冲了出来 强大的气息覆盖开来 给我破开 当这一股能量达到极限 夜沉的心骤然一凝 沉声喝倒 力量更是向着一层阻碍冲撞而去 轻松至极 直接破开 一瞬间 夜沉体内仿佛开启了一个新世界 但是此刻的他 还没有完全破开离合镜的那道束缚 夜沉不再犹豫 意念控制之下 释放轮回墓地 此刻的他 仿佛在那摆坐墓碑的中央 头顶龙银阵阵 血龙竟然又庞大了几分 甚至原本的虚影竟然有实化的趋势 再破 磅礴的能量不可抵挡 这种感觉舒爽到了极点 时间不断流逝 夜沉的全身已然湿透 之前那一站的疼痛质感爆发开来 血龙 来 一声龙吟响彻 血龙直接向着夜沉而去 锯嘴张开仿佛要把夜沉吞噬 就是现在 当这一股能量涌动到极致之时 夜沉神色一宁 面无表情地吼道 那阻碍瞬间破开 夜沉一步跨入离合镜 他的丹田更仿佛扩大了百倍 离合镜 成 轮回墓地传来极强的震动之声 震动过后 一座墓碑隐隐有裂开的迹象 不光如此 整个上空的黑夜仿佛被无情撕裂 乌云汇聚 雷电狂暴 夜沉体内的那条血龙虚影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雷云之上 他的体态矫健 龙爪雄尽 似奔腾在云雾波涛之中 无尽雷电在他的身躯缠绕 让他变得更加强势 一道惊天龙银 响彻京城的上空 几千道雷电从苍雄之上射下 唯一的目标就是师范大学的教室公寓 如果不是现在 大部分人都在沉睡之中 必然惊世骇俗 与此同时 江家 一个老人从梦中惊醒 一步跨出 直接破开窗户 脚下踩着进风 来到屋顶之上 老人双手附在身后 看着那远处的雷云和恐怖的雷电 严肃的面旁出现了一丝惊恐之意 他的嘴巴微张 身躯有些颤抖 这等异象 难道是有绝世强者突破 如此恐怖的雷劫 这是什么修为 甚至连天道也不容 华夏的鼓舞者 绝不可能产生雷劫 这是修炼者 老人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上一次出现这种事情 还是几十年前 之后 他第一个孩子 就被昆仑须的一位大人带走了 而眼前的异象远超那一次 老人感觉到心中 有了一丝无力之感 如果对方是一介散修 那就最好了 他江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将其争取过来 不惜一切 老人不再多想 向着雷劫的方向而去 甚至他连睡衣都懒得换了 就在他急速略据的时候 那强大的雷云附近 竟然又生出了一道雷劫 这雷劫虽然没有旁边的这道强势 但是雷劫之上 竟然凝聚成了一个古老的文字 史 这是由逆天血脉者 踏入修炼意图的开始 今天到底怎么了 一位绝世强者 和一位逆天血脉者诞生 老人脚步越来越快 风声震震 害人到极致 但是很快 他就失去了方向 雷劫消失了 与此同时 林家 林觉龙自然也是察觉到了异象 目光凝视着苍穹 他的心中 竟然有着一丝不安的情绪 仿佛苍穹之上的两道异象 对他来说是极强的威胁 雷云之中的那条血龙 更是死死地盯着自己 那眼眸仿佛要吃了他一般 这异象 竟然是冲着我来的 他眉头紧皱 脸庞泛着一丝寒意 难道他在昆仑须杀的一些人 回来报仇了 他当然不会认为 华夏的那些废物 会对他产生什么威胁 从异象来看 只有昆仑须的修炼者 才能引动 许久 他嘴角勾勒出一道冷漠的笑容 哼 我管你是谁 你若敢来 我邻爵龙便亲自送你下地狱 京城师范大学 早上八点 叶晨睁开了眼眸 踏入离合境之后 他身上多了一丝飘渺的气息 他甚至感觉 自己的力量都强大了 不知道多少倍 现在的他 如果再施斩嗜血斩 焚天掌乃至破天剑意 第一世也不会这么狼狈了 离合境是一个分水岭 也是一个极其难跨越的境界 昆仑须的那些底层修炼者 可能一辈子都跨越不了 谁能想到 花夏灵气比昆仑须 不知道稀薄多少倍 自己的突破速度反而逆天了 从开圆境到气动境 再到现在的离合境 只不过区区半年而已 估计昆仑须的那些家伙 如果再见到我 会惊掉下巴 那么 他会惊讶吗 叶晨脑海中浮现出一道倩影 正是昆仑须的爵士天才少女 吉思青 五年前 他没有半点修为 踏入昆仑须 这个女人不知道帮了他多少次 只不过这个女人太过遥远 当时的他没有太靠近 只能将那份恩情默默记下 也不知道几林 有没有把那句话带给他 叶晨晃了晃脑袋 不再多想 目光落在了母亲休息的那个房间 几个小时前 他突破之时 自然注意到那个房间的动静 母亲 这是踏入修炼意图了 叶晨有些惊讶 毕竟他从别人那里了解到 母亲有着逆天天赋 却一直排斥修炼 此刻的转变 难道是因为父亲的事情吗 就在叶晨思考之际 房门打开了 江佩蓉走了出来 当看到叶晨 他嘴角露出了一道慈母般的笑容 陈儿 起这么早 冰箱里有菜吗 妈给你做些 叶晨摇摇头 妈 我带你下去吃 我已经五年没有和你一起吃早饭了 江佩蓉点点头 好 听我宝贝儿子的 话刚落下 轻轻地敲门声响起 叶晨起身去开门 却发现胃影捧着盘子走了进来 他看了一眼江佩蓉 害羞道 阿姨 你们应该还没吃早饭吧 我刚刚做了一些 试试看 味道合不合适 江佩蓉和叶晨相视一眼 眼眸带着一丝深意 这一次 魏颖的早饭极其丰盛 生怕江佩蓉不喜欢 不过 当他听到江佩蓉的表扬 心里如抹了蜜一般甜 一顿早饭过后 江佩蓉和魏颖倒是熟络了几分 不过 江佩蓉很清楚 自己的儿子没有表态 他也不能多说什么 他看了一下时间 和江建峰约定的时间差不多了 便对叶晨吩咐道 晨儿 妈要出去一趟 待会儿 中午我会买点菜回来 做你最爱吃的 妈 我给你一起去 既然母亲从那里出来 叶晨便打算多抽时间 陪陪母亲 至于父亲 他总感觉事情有些蹊跷 他自然也会派人前去调查